第五百一十一章 我还挺乐意去坑人的 墓公馆里冯瑞一身笔挺西装 按着剧本刻意把自己装成了爆发护 二世主 芸汐看着她由头粉脸的样子 直接笑倒在墓飞池怀里 并非她不厚道 让她搞成这样抹黑她 而是上次齐渊送她回村里 陈丽雪见过齐渊了 冯瑞的角色是演一个 想抱少帅大腿的二世主 苦于没有门路 打听到他们家有人救过少帅 是少帅的救命恩人 找人登门拜访 想让他们以救命恩人的身份 在少帅面前说好话 走走后门 跟芸汐预料的一样 陈丽雪果然占了她的便宜 让梁星仪顶替她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事情 就按着将错就错的剧本走 二世主没有怀疑 就把她当成少帅的救命恩人 带她来到京都 冯瑞二货的性子 很适合演这个二世主的角色 吊儿郎当起来 简直像模像样 绝对不会让人怀疑她 竟然还是军国的少校 小芸汐啊 你确定真要这么高 她怎么觉得有点缺德 不然呢 芸汐挣了挣神色 放心啦 就让你当一回大款 不花钱 少帅也不用你替她省钱 冯瑞拢了拢身上 流里流气的西装 有些埋怨 嗯 这种角色 应该找江儿少来演 她那才叫本色出演 啊 你有这么不累吗 芸汐半笑者问了句 一听到这话 冯瑞下意识地 冲自家少帅看了眼 目非持那凉嗖嗖的眼神里 满是警告和威胁 只一眼就让她绷紧的神经 不敢乱说话了 摆了摆手 她善善一笑 哦 没有没有 我还挺乐意去看人的 哼 少帅现在是昏君 他们做这一切 都只有一个目的 无条件哄着丫头开心 陈绿雪这几天 在外头餐厅吃饭 想到有人替自己擦屁股 花费起来 根本不顾后果 不到三天 就花光了 带过来的所有的钱 吃了饭 没钱买单的时候 服务员以为 她是蹭吃蹭喝的骗子 直接让人通知经理过来了 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 被当成了骗子 陈绿雪一下子就炸忙了 哎呀 谁骗子啊 你们看清楚了 我创成这样 像是没钱的人吗 我 我只是出门 忘了带钱包 你服务员见她眼神闪烁 态度很不客气 如果是这样 那就让我们经理 跟你一起回去拿 我们这里不舍账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 有你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客人就是上帝 懂不懂啊 你们老板呢 让你们老板出来 给我拼拼礼 这么大的店 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张眼的 你不看看我是谁 竟然敢说我是骗子 陈绿雪本就囊中空空 底气不足 再被服务员这么咄咄逼人 再好的耐心也被磨光了 重点是 她在京都没有任何关系 更不知道云家在哪里 也不清楚 梁新乙的学校在什么地方 人生地不熟 无依无靠 她要找人借钱都不可能 而她也清楚 越是底气不足 越是容易露线 就算没钱 她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理直气壮 才能笑到最后 陈绿雪原本以为 自己闹着见经理 他们会害怕把事闹大 真冤枉了她 以至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经理真来替她拼拼礼了 看到经理 陈绿雪顿时有些腿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